我叫李瑞君 My name is 李瑞君 我的电影的名字叫 《告诉他们我成白河去了》 英文的名字是 《Fly with the Crave》 这个片子的想法是会跟 中国的古代会有很紧密的联系 但是它更多的会跟中国的当下 有更多的联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变化很多 包括制度所以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说这些老的这些传统 在现在变化上的中国 都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他们的制度 其实限定了好多人的自由 包括你不能随便生小孩 然后你要政府同意 你才可以生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小孩 死的时候 政府也会规定你必须要怎么死 而且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 是他们理解是吧 我觉得还好 最初的时候我想可能会 他们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其实在比如说在维尼斯 放映的时候 之后在不同的国家放映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问题吧 我觉得理解不是问题 因为死亡永远是一个人类 永恒的一个话题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要 都会死去嘛 会有一点麻烦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你说的 他对现行的不合理的制度 或者一些东西 有一些批判性在里边 所以说他们会不太高兴 尤其是在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召开发布会的 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 他们就知道 有哪些电影入围威尼斯 然后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 找到我 要叫我去跟他们谈话 关于这个电影 他们想要按照他们的意愿 比如说有一些 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地方 要做修改 但是最终我坚持没有 对于商业电影来说 它很好 变得很好 会有好多观众 去愿意到电影院里面 去看电影 但是那些电影 跟人们的生活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 像吸毒品一样 是在寻求一种刺激 或者一种麻痹 或者对现实的一种逃避 那可能对于这部人来说 是很好的 或者对于那些 想通过电影 赚很多钱的人来说 他们很高兴 但是对真正 做艺术电影的导演来说 整个环境越来越不好 这部电影里面 最不容易的就是动物 因为我之前的电影 都是会有小孩 会有动物 我觉得小孩还可以 你只要跟他变成朋友 什么都可以 然后但是动物 你永远没有 跟他变成朋友 他听不通你的话 就是我最近 对中国电影的印象 就是越来越能卖钱 越来越有好的观众去 我觉得武侠片也很好 然后它丰富了 那个电影的类型和种类 而且它是中国 特有的一种文化 它会让不同的国家的人 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和不一样的视角 去讲这个故事 当然它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太多了 就是所有的人 都在都在做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它跟人们的生活 真正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应该至少 更多的人关注 当下的这个社会上的 这些人的生活的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 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而不是他们成天都飞来飞去 打来打去 感谢观看